尊敬的魏老師好 所有的義工師哥師姐們好 來自五湖四海 全國各地的師姐師哥們好 我是來自上海的羅春蓮 我是去年我們上海的幸運兒 一天就結束了 然後我先說一下我是怎麼來到 怎麼來到產生學的 當時我的一個好朋友 其實我認識他十年 他也學了過十年 他沒告訴我 從來沒說過 可能是怕我不信 要講第二次我更不信 所以在機緣巧合 我們那次國學班上課吃晚飯 突然有一個好朋友坐在我旁邊說 藏身學是什麼東西 我朋友馬上說你去 我說你真的很奇怪 他說藏身學你讓我去 他說你必須去 我說不去 瞄反應不去 他很聰明也很智慧 他說我跟你講一句話 如果你覺得還不去 那就不要去 他說這個老師是個大菩薩 是像印度德雷莎修女 和正眼法師那樣的 去不去 去 就是也沒有 也是沒有反應的 去 然後我們當天晚上回家就報名了 報了名以後 好像記得是6月7號上課 好像 6月6號晚上我就開始頭暈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第二天反正暈到泰昌 登記完然後進去酒店 還是暈 到了會場不暈 然後開穴了什麼 反正也跟大家第一天一樣的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有一點很好 管他呢來都來了 結果我們第二天結束了 結束了回家 我朋友就把我的微信 推給袁氏姐 袁氏姐忙了一個禮拜以後 發信息說 我忙完了 我們每天早上有靜坐 因為我跟袁氏姐沒見過面 我不知道他是誰 他說每天早上5點半靜坐 那個老師也在搭拳 全世界的人 那個長生學都在靜坐 你一起好不好 我說好 第一天的靜坐 就開始搖 我很害怕的 所以我說這就中邪了 然後 我就一結束了以後 一個多小時 那次沒有搖那麼久 一個多小時以後 我就打電話 趕緊打電話問他 我說什麼情況 坐在那邊搖搖晃晃的 他說你的腰不好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如果你的頸椎不好 明天會搖得更厲害 那我就放心 就不管了 第二天的動作開始 從第二天開始 基本上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就我沒有辦法收工 也停不下來 就搖得 就像我老公說 你這個頭搖起來 比電魂上還快 作者搖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搖不出來 沒有 假裝怎麼搖 搖給大家看 我親眼見過世界搖 跟著不倒路似的 你知道嗎 特嚇人 他的度數特別大 弧度特別大 你讓我搖他 你因為我都會搖 我就這麼也會搖 而且左搖搖又搖搖 我開始還傻傻地數著 這邊搖幾下 然後 然後那個 算了 後來不數了 管他要幾下 因為太快了 我也數不過來 那那個什麼 搖了一段時間 我的頸椎和腰椎就很舒服很舒服 然後還繼續搖 搖了大概 我覺得應該有兩個月的時候 眼睛睜開的時候 眼死 糊的 然後要這樣 那個眼睛才能打開的 我知道在那個牌剛讀 因為職業的原因 真的 我十幾年前 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對一個行業是有使命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聲音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也就開始走向這個行業 因為要堅持很難 要專注堅持做一件事情 更難 特別是在上海 所以我坐的時間特別的長 當然靜坐對我來說不是一件難事 我整天都坐著 而且也很安靜 主要是做久了 身體做壞了 頸椎 腰椎 其實那時候肝臟也出問題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的皮膚 跟有些比較年紀小的時間 我在40歲以前 我的皮膚都是粉嫩 所以那時候我發現 皮膚有點暗沉了 因為我知道那個肝肯定是出問題了 那個也去調過很多 震骨 還有那個就是各種針灸啊 震骨啊 或者反正能找的都找了 我在會場裡面有一個好朋友 它是見證我的身體 從很不好 到我學過禪生學 他今年來我家住了幾天 見證了整個 他也知道 他一搭一下知道 我告訴他任多二脈通了 他知道我任多二脈通了 就搖著搖著 幹也好了 頸椎和腰椎就不用說 就像下午 你們說的那個屁 在我這裡 真的是很小的那個 講個笑話 就是以前我便秘很厲害 而且我是從小屬於那種 看到就是三餐飯很正常吃 而且胃口特別好 就是吃東西特別香的那種 然後我老公說 你這吃進去也不拉出來 一上廁所 我們家老公出來說 哇你終於出來了 要不然 如果在鄉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他說我還以為你掉到毛坑裡 後來 長生學 搖晃那些症狀出來了以後 我一進去沒兩分鐘出來了 他說你上廁所上好了 我說對呀 他說像脫褲子半屁 很快很快的 真的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這種的顧慮了 真的身體就是各種的好 因為以前整個背像鐵板一樣的 硬硬的 因為都不通嘛 肌肉都不會通 在搖晃或者那個 就是有時候 比如說在調我後背頸椎的時候 我是這樣 這不是我自己故意的 他會 他不收工 不讓我收工 我自己沒辦法把頭抬起來 他就一直夾著很用力 然後後背就一直在拉經絡板應該是 原本太緊了 慢慢的就拉開了 拉開以後整個人那個 直我以前是硬挺的 盡量收工 你講了八分九分鐘 好吧 就這樣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我把我的身上的毛病都調好了 謝謝 謝謝 然後以前我是彎不下去的 只能做這樣 現在彎給你們看一下 好厲害 我可以在底下五分鐘 我可以在底下五分鐘 今天時間不允許 所以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我大拜一次可以拜三百個 今天比較好 對 時間來不及 我都沒空講說我幫別人調整的 那今天還是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 所以大家回去 姐姐你可以分享一個小片段 跟別人同一個經過嗎 簡單明瞭 行 就我們家鄰居 因為去年夏天我們在花園裡面 那鄰居天天會過來 他過來不說話 一直說 他意思是他沒有聲音了嘛 然後我說那我幫你調一下 他也不知道調一下還是幹嘛 然後幫他做 就是睡去喝他喉嚨 做了半小時 讓他喝茶 喝完茶以後 有一點聲音了 繼續 又半小時 那就能說一點點話 結果回去第二天早上他老公看到我 因為他老公跟他們家小僧侶叫我阿婆 他說昨天晚上我和小君聊天聊到半夜 我說他不是不能說話 他回去就說了 然後他說我還坐門裡坐著臉花去治病 真的是很神奇的 差不多時間了吧 就是大家回去靜坐 就是靜坐是重中之中 然後就出手幫別人調 幫自己調 謝謝大家 你能吃他嗎 沒有 太厲害了 你吃他